你可以從Android的官網看到說 它其實支援的不只這些功能 那你可以點進去 到時候的影片你可以點進去看 它有更多方便的東西 比如說它可以支援Live Data 然後它可以用DAO 然後它甚至可以同時Query兩個Table 然後它甚至可以搭配RX Java 所以在基於這樣 這麼種種的好處之下 它把開發者漸漸就捨棄前面所講的那幾個第三方 所以它們那些第三方就哭哭了 那什麼叫做就是可以查多個Table 比如說你看你這樣Query的話 你就可以同時查User跟Hat的這兩個Table 然後你就可以把它包成一個 一個你自己宣告好的物件 然後它就直接把這個東西弄回來 可是可是你如果一般的系統的話 你就要Innergy Innergy 然後把一個Table組在一起 所以在這一部分 它就做得非常的讓你容易操作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講一下那個HTB Convention 那HTB Convention也是有一個滿有趣的故事 那現在基於的套件的話 大致上就是剩下這幾家 那一開始就是有一個是HTB Convention 那它是安靠系列出的 可是它非常大一爆 因為它不只佛App 它可能佛會沒有 然後它的那個Library裡面支援的功能 就是做到有點可怕 所以有一天Google就跟你講說 喔我們不建議用HTB Convention 然後它就寫了 Rod 它建議你用流生的那個HTB Convention 然後它就 有很多開發者就回來用這個HTB Convention 看這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用法 結果我發現 喔它真的有多難用的 因為你要自己去使作一些Callback 然後你要自己去切換執行局 不然你就是用Napail 其實它只能去讓自己有一些Callback可以處理 稍微簡單一點 可是你看完那個程式碼 你會完全不想要用它 你會覺得為什麼我要捨てHTB Convention 那裡有這種好的東西 然後你要叫我換一個原始人的生活 這樣子情況之下 我們就會採取考慮其他的Library 然後我們這時候Google就 就出了一個叫Valet的東西 Valet的那個第三方 然後它就跟你講說Valet很好用啊 感覺不錯 然後我們就用一用 發現真的還不錯 而且操作簡單 然後你自信去 你可以自己自己去操作 然後你切換執行局 有個付出的方法 然後剛剛講到的那個Square的那個公司 它也出了一個OKHTB 那這兩家都其實大放小 但是OKHTB 你比較更厲害的就是它有攔截器 它可以攔截你的你的Request跟Response 那你就會做加工解密 或者是做一些狀態 都可能攔截 那更厲害的是它竟然出了一個Ritual Fit的Library 然後它可以讓你的那個API用interface的方式 用這種方式去進行包裝 然後你就會覺得 哇這真的很厲害 然後它還可以搭配RX Java 然後就是說 哇幾乎Valet沒辦法做的事情 它都幫你做到 然後你可以變成非常簡易的 簡易 可讀性高的一個程式 所以 基於這樣的話 就是OKHTB大獲選 它甚至最後就是把OKHTB包在銀修品裡面 你根本不用 你根本不用 你根本不用知道裡面是不是OKHTB 那Valet 我據我所知 它竟然是用那個 那個 HTB Connect 然後我就心裡想 它裡面不是叫我不要用嗎 怎麼它裡面包的是OK 那個 那個HTB Connect 就是覺得有點 回答器 那我們最後來講一下 RX Java是什麼東西 那我們先說明一下什麼是事件 那事件就是 你 假設你家裡今天有一個手電筒 然後你按一下開放 它就發亮了 按一下開放 這個就是一個出發事件的行為 那 所以你手電筒打開就是一個事件 知道這樣講 大家有沒有可以記 那不同事件 它就會在我們程式裡面 就是會有不同的interface 那 比如說你有Unclicked Listen 你就會形成這樣 然後你的Unclicked Listen 然後你每一種事件 都會有一種interface 然後一百一種事件 就有一百一種 對你 對你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困擾的事情 所以如果你能夠 有一個統一的interface 那該有多好 就是直接一個callback 然後你稍後回來 好 RX Java 它就幫你統一了 這些所有的介面 你只要透過RX Java 去把一些事件 處理出來的時候 你最後出來的就會 長得是這樣 那它會根據你的 你的一些operator 是什麼 它就有統一的一個 interface 那它在進化執行序的時候 其實是 像我們知道 我們Android 也在進化執行序 有開一個Water Threader 然後進來M Threader 然後再Water Threader 再M Threader 那你就會看到 多動體就出現了 就是號稱 跟Coreback Hair 那是不是說 你如果用RX Java的時候 你就可以輕易的去 進行切換 然後順便就把Coreback Hair 全部解決掉 然後舉個例來說 如果有一個你加來的 一個小屁孩 然後它看上你的手臉 它就不斷在那邊開關 開關 開關 你這時候怎麼辦呢 你先扒了吧 對啊 對啊 然後 沒關係 我們就 假設這個情緒 就是你寫了一個APP 然後那個小屁孩 一直這樣 通常的給你轉你 轉你轉你 然後它的手速很快怎麼辦 然後我們RX Java 有出一個RX RX VV 它可以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它裡面有內建一個方法 然後它可以幫你 把這些事件做一個 很簡單的處理 所以 在你們在解決 快速連點的這件事情的時候 它用很簡單的方式 就可以幫你解決掉 所以這裡是RX Java的一個優點 那你想像 如果你現在有多個可愛詞 你可能 B要觀察A C要觀察B 那你就要自己去 實作兩個Listener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當你的觀察的東西 越來越多的時候 其實你自己要實作的Listener 其實是非常的龐大 所以你不只要使用RX Java的時候 你就可以很快 你就是把你的一些東西 移向回去 那它就可以幫你完成一些非同步的處理機制 所以 RX Java它的優勢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顯而易見的 然後它可以幫你把一些同步跟非同步 你操作起來 你就感覺你就是在操作同步 然後你又有一個統一的Interface 然後你在切換執行區的時候 又非常的方便 又可以解決COVID HAL 然後講不完 而且它的Tabletor提供的一堆 讓你學都學不完 然後又會點點簡化成是嗎 這些東西都其實 如果有接觸過這一類的套件 會非常喜歡用RX Java 就好像是沒有到的 所以以上我的結論就是說 如果你在基於這五個觀點來看的話 其實你所使用的一些套件 就會是長這樣 那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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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好 一些技術上來的順利解決 那 現在搞定來這裡跟大家分享 这个关于开源开发者跟职业相关的 那可能跟刚刚的讲者的切脑袋一样 我比较多会重视在职业的发展 就是说你怎么样子通过固定塑形的贡献 然后替你职业找到一些机会这样子 那大家有用过Cropass吗 如果是IOS的开发者 我想大家应该都有用过 但是像我自己在开发IOS的时候 大概是在2011年的时候 那个年代其实还只有用Git Submodule 来拼hold一大包Xcode Project 然后再把专案都连在一起 其实还蛮可怕的 如果大家有写过IOS 应该会知道这是一个困难的事情 那为什么我最近会讲Cropass 就是说像我自己其实 其实大家如果现在去看Cropass的官方网站 在Cropass Contribution上面 其实在当年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 其实做了蛮多奉献 那也因为这些事情 让我有一些启发 那最近跟大家分享 那像大家应该可能多多少少也听过Testland 那Testland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大爷也是很开心 那也因为有机会了 在这里面参与了很多专案的使用 那在开始之前 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这些问题抬头 其实我现在主列其实在做创业 那做了很多叫I-Crop-I料理 那之前其实林务山寨 还做过一些事情 比如说也有在楼下正都 像Mind的那个摊位 他们有一个API Expert的Program 有去帮个 也不是帮个忙 就是因为有用他们比较多API 那之前也有创办过其他的公司 那也做一些工作专案 那这边主要列引擎是 跟I-Crop-I料相关的专案 像包含可能HomeProof GastName Suite4man 这些那大家有些比较闪的 比较小的 就没有这些东西 好 那讲这个东西的点是什么 然后讲片 大家先简单带一下 就是说我是怎么样开启 我的职业 因为Exactly 其实我的职业 就是从开放原始码 跟所谓的这个开放的社群开始 那最早最早的时候呢 其实那时候大概在2010年 2011年 有人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写IOS 自己大概9月9月 我不知道 那时候在IOS的SDK 等于是4.0左右 然后iPhone3G 刚在台湾开启 那时候其实刚开始学iPhone 原因是为什么 其实因为我就是学生嘛 那学生就是很无聊 那很无聊那时候 就是上国外的线上课程 就像各位现在可能会上Coursera一样 那时候Apple和Scancer 其实就有一个合作的课程 叫CS193b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那那个时候 CS193b出来 其实我就很有趣啦 那时候学生嘛 没事 没事站 所以就去上CS193b 然后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那时候编上的过程中 那跟几个朋友一起在写Cloud 然后我想说 那或许我可以把CS193b 我在学Objected C的那些语法 或是语言 然后去乎其类的东西 把它稍微编立成中文 可能有人会有兴趣吗 那时候就写了一系列的 这样子的文章 那其实后来发现 观看状况其实蛮好的 那从这个写Blogging的过程当中 我学到了什么 那其实就是几点 诶我发现好像可以再多距离 我发现我会自己看不到自己的视频 所以好 所以那时候写Blogging的过程当中 其实说真的啦 那时候我也才就是 18、19、20岁的时候 那时候做Blogging的时候 觉得说 哇原来这么多人看不懂英文 不是应该说这么多人 都会习惯用中文来搜寻 大家自己模着良心讲 可能平常在工作的时候 搜寻的比较多的东西都是中文 就跟 我发现现在台湾开发者 大量人在阅读剪书上的内容 大家知道剪书吗 对不对 就是中国的 总体是这样 现在 诶做的 我认为这些人大多是同意的喔 我以前也这样想啦 那后来 但因为开始工作的时候 就觉得 其实每个人的习惯不太一样 那反正英文我想强调的事情是说 诶 有时候啊 这个区块链也有人讲一个词 叫搬砖嘛 对不对 那搬译也是一样 可是其实是你把英文的东西 寫成中文 诶其实就蛮有价值的 所以 那时候反正 诶原来 把一些东西稍微翻过来 你就会有人看 对 然后另外一个是说 其实你也不要觉得说 那东西很简单 因为刚开始写的时候 我也开始怀疑人生怀疑自己想说 就像刚刚讲 诶 CSE930广固书上就看得到 那英文又没有很难 大家看看就好了啦 然后后来他 诶其实没有 真的就是会用中文去搜寻 所以其实即便 像很小很小很小的 contribution 对所有人都是还 对一些人 还是有一些帮助的 那 我的GIA 基本上就从这边开启 为什么 因为从这时候呢 诶 有人上网搜寻iOS开发的时候 但那时候中文的资源太小 所以很多人 就会看到我的文章 就跟在下 现在你如果去找一些 特别的关键字 比如你去找GoGoTalks 比如说你去找 怎么在iOS上用NFC 比如说怎么样子在iOS上用 Core Bluetooth 那可能英文的文章很低 但中文的或许就是那些两篇 那有点这种感觉 那这时候因为 iOS就是一个很寡占 很前期的市场 所以因为做了这件事情 我就开始接到了很多案子 为什么 因为呢就有人想要做iOS的东西 那他不知道怎么办 于是他就上网搜寻iOS开发 然后就看到我193P的笔记 然后跟他也想学姐什么事 他就请听过来说 我有个idea 帮我洗好不好 所以从那边开始 就有一些free lance 那那时候开始free lance 开始接一些案子之后呢 就会发现 诶案主的东西需求很多 就跟前一位讲者Rig 分享的一样 所以你就会开始享用一些 Open手持的专案 那为了今天的分享 我来特别回流去查 我的这个在GitHub上的 前期的Pro Request 特别是什么 那我印象很深刻 是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做一些客户的案子 然后当年那时候 iOS还没有内建 那个share的发生器 所以说 你必须要自己去接一些 separity library 然后那时候有一些专案 像我们在上面 可以看到是share kit 那时候他就是做很多跟iOS 跟更加social media 比如说你要分享到face 分享到twitter 那你可以通过这些套件 来做分享 那大家会发现 你看我把前一次的套路 也拿过来 刚开始中文分手持 都做什么 帮他加中文翻译 对 其实这也不开玩笑 因为各位大家在用一些iOS的open source 或是android 也open source的一些evii com 其实最常见的问题是 他就是英文的 因为他就是外国人写的 可是你的案组 或是你的客户 就是看中文的 那就算你不做 你的体验也会问你说 为什么这个案子上面一起close 就是一起完毕 那其实你就有一个事情可以做 你是不是可以去 call request这些专案 帮他把中文加进去 有时候我们将心比心 如果你是那个专案的作者 其实你会很开心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 原来你的专案 在台湾有人用 有人居然要中文翻译 而且他还帮我把中文翻译过来 所以 其实那时候一开始是这样子 开始做open source的投入 那 做这些投入之后 因为刚好那时候是学生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 有一个program叫 如果你不知道 我问一下大家好了 算了不要问 但是如果大家是学生的话 所以 你可以去参加这个program 那那时候刚好 音乐机会知道我这个program 那我就去apply 然后 又有一些申请的过程 等一下会跟大家分享 但是 总而言之那时候做了一个 在当年 他又是很重要的专案 叫3Q&T 现在这个专案 以王 就跟当代可能 用AF networking的也不多一样 那当年3Q&T 算是一个 很称霸一时的专案 就是说 特别是他其实就是 Facebook 自己内部open source 出来的framework 那 他做了 大家也看到很多UI的conform 那当年 这个非常非常小的 人口感怕只都没有了 实在有这些东西可以用 大家都觉得充榜的 那时候 连AF networking也没有 3Q&T 有包了一个 HTTP的client 那那时候 音乐机会就做了 这个专案 然后开始比较算是 半全職的投入 再做这个专案的 一些contribution 那后来这个专案 其实也带给我不少收获 就是 包含到今天 十字今日 其实我都会发现在 Jobox Facebook 很多这样子的app里面 其实他还有在 使用这个专案的 一些code 所以这段期间 我学会了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说 我想很多人会说 Risha你刚刚说 做出一看铃链的专案 你到底做了什么 那我就告诉大家 这个秘密 那个秘密就是 因为刚刚刚出iPad 然后你的iPhone的UI 丢到iPad上 都会爆炸 也不意外 就跟iPhone 出了那个 有刘海的机器 UI丢上 就会爆炸 对不对 那一定会有Opensource专案 那Opensource专案 丢上去 一定会爆炸啊 那你去修它啊 对 你就可以去修它嘛 修它那难不难 不难嘛 SAT加一加就修好了 所以 其实当年我说实在 我那时候做完 也是趁一个 时机 那个时机就是说 iPad刚出来 然后好多iPhone 都一丢上去都会爆炸 东修修 西修修 那刚好可能 可以接一下案子 那我们的客户需要 他在iPad上会动 那就把它修一修完 所以 那时候的心得就是说 其实 总是有事情可以做的 像前面刚刚讲翻例 前面刚刚讲说 可能UI爆炸了 或者说这边UI 它是写死的 高度是写死的 那你要不要把它加个API 把它变成一个Property 可以改 可能 这个Oversource专案的作者 他本身是不需要的 可是你需要 那你要你就改 那改了之后 说不定其他人都会用不到 所以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蛮好的开始方法 那反正后来呢 当然 陆续就知道 就 就开始创业了 后来就是做 这一个 这一个 Icon Idown 这一个工作 那在开始工作之后 其实 我发现啊 开放Eversource 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精神 所以 其实我不知道在座各位 有没有人是个Engineering Manager 或是比较senior Engineer 那我也很好奇说 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机会 用到一些开放原始码东西 一定有 但你有没有机会 去contribution back 那 当然因为我觉得我运气 比较好 我自己是创办的直立 所以我可以做比较多决定 但是我陆续跟一些同行交流 他们会说 欸 为什么 Icook 今天要把很多东西 open source 出来 为什么今天 Icook 修完东西 你还要去 pore request 回开放别止码的 这个专案 那我会告诉他们说 那原因很简单嘛 因为 这些东西 你知道像我们自己有时候 要还一些继续不在义 这些在义怎么在义 就是因为当年可能 某某某某 某个同事用了一个 UI component 比如说 AF networking 或是用了某个东西 然后因为那个东西 不支援什么什么 所以他就hawk了一份 或者是cp了一份 放在自己的专案 进入下 结果 IOS 一根板 那东西不会动 谁来修 没人修啊 所以 最好的状况是什么 你要改的东西 改完之后 赶快丢回 upstream 丢回原作者的牛 之后 他根板的时候 他就会跟着一起跑 其实这个是一个 很利益导向的问题 因为 你不这么做 你之后维护成本就很好 就像我最近常讲的一个笑话 IOS 蘋果之前来发表的五个语言 大家知道这一点 大家有什么吗 五个诚似语言 就是Suite S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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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常常讲一个笑话 你的专案如果用Xcode 买贵 买贵过 随便 通常是买贵不过 所以 那这就很麻烦 像很多resource专案 或是我们自己的专案也是一样 你满本一生 你满本一生 Suite 满本一生 那你就可能就需要重来 所以 我会觉得 以公司的角度来讲 其实你能够把它 merge回去原本的招待 其实对公司是不要 所以后来其实我们就很落实这个想法 那包含 其实我后来自己在公司上面的话 我们有经营技术部落客 也是分享了很多这些东西 关于我们怎么使用一些 open source library 如果你今天有需要 负责招聘 或是你想要找同事的话 我也必须说 这个方式 其实会让你 找到很多还不错的同事 OK 那后面还是做 平常也还是做很多 open source的堂子 所以 我想说的事情 就是说 我觉得 开放open source 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个精神 那他对你的挤援 绝对是有帮助的 机会 机会非常多 那你会说 我不解扣怎么办 有机会可以贡献吗 或是我就是一个小菜脑 有机会贡献 答案是有 像我最近在做一件事情 是 我就是 会用一些 我会收取的专案 那这边也有几个例子 就是 我前两天在debug 你的东西 你呢 一整个晚上 然后后来呢 发现其他reaming 都不是写错了 对 然后我就赶快报告你 你reaming是不是写错了 他就会想说 嗯这个写错了 我会赶快改一改 那也会说 这件事情 有什么关系 你这么做的时候 其实你可能是省下 其他人去 因为错的reaming 你一直改错 这样子的时间 那或者是说 像我有一个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有一次我在参加一个 专案的时候 就因为刚好在找 找找 找事情做 想做一些不一样 未来的专案 然后就发现 有一个专案呢 他的这个旗帜 好像不太对近 我帮他改了一下 改完之后 结果他就没本人去 所以 这个很重要 这个很重要 这个不需要做的 对 我们举手指导 好不好 这个没有什么code level的问题 举手指导 对 对方也就问 真棒 对 对 好 所以 从疾癌观点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说 你做这些 open source专案 其实 后来陆续 因为比如说像 FestN的作者 其实去年他有来台湾 我不知道大家曾经遇到 那包含有偶人 我们可能去美国 去一下干嘛的时候 我其实会遇到 各式各样的作者 比如说这边有CocoPos的作者 A.M.Narrowing的作者 FestN的作者 他其实都很开心 说 在世界不同的角度上面 台湾有一个这样子的人 在帮他做Country Future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当然会有一些急来的机会 谁谁约约约说 他的Github 上次看到你的这些东西 他觉得好棒 你有机会去工作 那最后当然就是说 像我们做的一些事情 像这个是FestN 这个是CocoPos 那其实名字上 都会留在上面 那我觉得 对于各位的履历来讲 像各位履历 现在很多求职公司 都会问你说 你有没有办法附一个Github 或是什么 那上面空空的 那你还是不要附好 所以 那有一些东西的话 最急来当然是会有帮助 OK 那像在过程当中 在学生的时候 也因为我做了一些 open source的贡献 所以有去申请 WWDC的scouragement 那当年 是有这个scouragement 那现在其实也还是有 所以如果各位还是学生的话 一定要去申请 而且 据我理解这几年 WWDC的奖学 已经要申请 他就要你 直接附一个Github 全案 是你做的一个Demotration 所以做工跟送 这件事情 真的是对你的直言 会有帮助喔 好 最后 给大家一些建议 等一下还有一些QA时间 怎么开始 那我觉得这个时代 其实已经变化很大了 就是说苹果里面 是最 以前苹果跟Android 好像就是开源 跟不开源的地方 方法又很糟糕的样子 那可是当代苹果 我现在也 方法吃入你的本身 也都是open source 那从求职者的观点来讲 求职方的观点来讲 其实为了跟一些recruiter 或是headhunter 有聊过 从他们的认知来讲 其实以前 台湾在2000年的时代 那时候他们觉得 台湾的人很难出来 就是去国外工作 原因为什么 那很简单嘛 你今天在台湾 没有任何攻击的意思 今天你在台湾 就算你在DC 你的交易量就是这么多 你的处理的database 就是这么复杂 可是今天在逃跑 在天猫 人家处理的量级 就不是你同个量级 人家机器的水平 就不是同个量级 可是回到前端的时代 不管是jar2也好 或是iOS 或是injury 请问一下 中国人用的iPhone 美国用的iPhone 可以拿iPhone 还是同厉害啊 难道Facebook的Engineer 寫的那个程式 他跑的那个iPhone 记忆比就比较大吗 没有 其实是一样大 所以 正因为现在前端的时代 比较主流 不管是在App 或是RAP的前端 那他的机器量 其实大小是一样的 所以挑战其实 是没有分国内国外的 然后像上前 这种擅长做UI 擅长做这种可攻的机构化的人 其实真的很早 全球都是 所以如果你有机会 在OpenSource 在Github上面 有一些contribute件 其实你会成为猎物 这个猎物就是全球 想要找到好的前端来发者 基本上他们都会想要去找你 所以 你贡献回胜群 其实也是在YouLove 你的career 特别是 如果今天你是 莫班Devareverer 你是前端的Devareverer 我非常非常建议 因为后班 真的不是这样讲嘛 你很会写一个资料庫 可是你的资料庫 究竟是在 阿里天包中等级的 流量 还是说 只是在一个可能 一天三比单的流量 它很难去care 可是今天如果你做的是 UI Library 它就是high performance 它怎么滑都是6 就是60 屏的这样子的performance 那你在你的 在台湾做 可以是这个performance 在美国做 也还是可以有这个performance 所以我真的觉得 这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非常好的机会 好 所以总结 怎么开始 就是所有事情都可以做 就是 没有人做 并不代表他不需要 可能就是他没想到 然后 总是 很小很小的 你即便有个EQ 或是Rependuse 或者是说像各位 9月的时候 iPhone简单 就会出一个三镜头的东西 或是出一个不同的解析度 你手边常用的UI Library 拿它去跑一跑 通常会爆版 修一修 随便的捕出了 编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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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事情都会很有帮助 好 那最后一些资源 像如果大家是学生 Summer of Code 这个是我们家后来的英特ン 英特ン来公司之后 我跟他讲说 你暑假英特ン结束的时候 你要不要去申请Summer of Code 你去那边去训练 所以他在这一边 有大概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要申请Summer of Code 的话 有什么技巧 那另外一个 我们推荐大家参加的是 VigitalOcean 跟KHub 在每年10月的时候 会有一个HackTorper Best 那就是说 简单说就是 他会协助大家去找到一些 适合开始贡献的 Open Source专案 那如果你 送了什么 5个Pro Request 他会给你这T-Shirt 今天我在会场就看到 很多人穿这个T-Shirt 所以 如果你还不到怎么入门 我觉得这两个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好 我有点超齊 所以我们就开始 QA的时间 就你要主持一下 在QA之前呢 我想要问问你 就是 今天的连结 会 简报连结的两位想 可以有办法分享吗 我会跟他一起 我会跟他一起 我帮我 OK 那在紧张的就是 就到Coskow的 T-Shirt OK T-Shirt 然后 或是 反正 大家会互相帮助 好 那 接下來就是 QA时间 大家有什么问题 想要问吗 主手 可能有什么问题 OK F2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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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2E就是 FROUND M Engineer FROUND M M跟Engineer 都是F2E 所以就是F2E 但是因为我自己在看 这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看 比如说信物蛮多团队 像大家应该可能有听过 FLOATURE 或是REANING 之类的 最差听过很多网 那 我现在看起来 全球的直言市场里面 通常前端 现在蛮主流的讲法 叫大前端 Which means 可能它是写JS 写Verbile 它是全部混在一起的 它没有特别在分说 你是写前端的 还是你是写APP的 因为是 系统大规模的公司 我现在看到招募的趋势 都是这样子 就是 你就是 什么都写 APP也写 WEB也写 总之偏前端 偏接连的都会有写 这样 还有问题吗 那个 所以说现在IOS 也前面的做程式 现在也是要 就估计呢 全方的 就是也是 是这样子 应该说在每天公司 状况不一样 它是怎么分的 我刚刚讲的那个 比较像是一个 规模比较大的 因为我先假设各位 会想听这些主题 应该是想要 maybe你要出模 或是去那种 很大规模的公司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会说那些公司 其实 现在看的蛮细 应该说 在前端的分野上 没分那么细 但是如果你是在 比如说台湾 或你是新创 或是Juice 那可能 那你他期待的IOS 还是你要可以写 就是一版 涨像IOS 因为比如说 像以我家来讲 好了 我们家 Bestland 这些东西都整合好了 所以 其实说真的 或者我们家的IOS 工程师 他不太需要包板 不需要去做那些 Cosign 和外用这些东西 可是一般外面 找工作的IOS 工程师 可能需要这个 技能 但是你要想 如果今天是很大规模 更大 比如Face 或是什么的 你是IOS工程师 你刚才也会拥到包板 因为那一定是 由Engineering Manager 会去做出力 所以这台招担公司 会很大小 只是说我看起来 像Android 开发者 应该很多人知道 那类似这样子的 Solution 这些事情算是越来越不变 大家有问题 都可以直接举手 没有人问 都可以直接讲 对 或是有问题 想要问 Rit 讲证吗 对 Rit 关于那个执行系 没有问题 因为我发现 那个执行系 很容易 会不会发生 那种执行系 有问题 出门的影响 能够 那个执行系 执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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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一般是几次 就请 好 没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到台面再发 因为越来台前在做讨论 然后 然后 我确定在做后 不会有人 刚好想去申请 不过 商量控制 或者是想去申请 要不要继续奖学金的 请 务必一定要想办法 然后 然后 我可以分享一些 今天给你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就谢谢两位讲者 大家私一下可以在 后来前面交流 谢谢